好接著我們看背面 第17題 右途為人體某細胞形成值染色體數目的變化清潔 問下去去述何是正確的 這個 這個一看就知道 一開始46條 後面變23條 就是減速分裂的結果 A 染色體不複製錯 不管是細胞分裂還是減速分裂 全部都要複製染色體一次 都要複製一次 所以A錯 B 這只發生在形成配質時 對呀 配質就是精細胞或軟細胞 精子或軟脂 所以形成配質的時候才需要怎樣 才需要經過減速分裂 答案B正確 此細胞的染色體數目 跟皮膚細胞染色體數目 一樣不會 它 是要做精細胞或軟細胞的 那 精細胞或軟細胞 它的 染色體數目就只有 此細胞的一半 就單套且不成對 所以 C是錯的 不會一樣 是單套且不成對 足 一個母細胞 需要經過兩次分裂後 可以形成兩個子細胞 兩次分裂是正確的 先 同於染色體分離 再 複製染色體分離 最後是可以形成四個子細胞 形成四個子細胞 形成四個子細胞 好 第一次 八題 有性生子的時候 生物 以解數分裂的方式 產生鏡子跟軟脂 軟脂的主要意義是 為何 A 保存清代的特徵 並不是 如果保存清代的特徵 就是無性生子就好 B 複製同原染色體 看這個也是沒有關係的 C 增加子帶對環境的適應力 呃 不是 豬 維持子帶染色體數目跟清代一樣 是的 它減出分裂之後呢 產生金子 單套 軟脂 單套 單套跟單套加起來就剛好是 雙套了 對不對 所以它維持子帶染色體數目跟清代是一樣的 才不會越結合呢 染色體數目越多 男犬豬 才19題 參考右圖各表 各種動物的染色體數目 合者錯法是錯誤的 A 染色體數目較多的生物比較高等 其實並沒有 人在這邊是最高等的 我們16條 但是有18條 B 同原染色體的這個體細胞內 染色體有一定的數目 對啊 沒有錯 同種生物但體細胞內相同的數目 有染色體嗎 C 細胞染色體通常兩兩成對 細胞染色體通常兩兩成對 是對的 沒有錯 因為是體細胞 體細胞通常是兩兩成對的 豬 G 皮膚細胞內的染色體數目比人 皮膚細胞內的染色體數目還要多 我看一下 G呢 有78條 所以染色體呢 哇 比人的4條還要多 沒有錯 所以答案選擇 注意正確的 答案選擇是A 並不是說染色體數目越多越高等 還有20題 黑菌細胞的體細胞染色體共有48條 其磁配子 細胞中有X條 Y套 及Z對染色體 問他們分別數字代表什麼 然後 體細胞染色體有48條 那問磁配子 磁配子就是什麼 就是軟質 配子就是金質或軟質 那磁配子就是軟質 那問細胞中有 他幾條 就一半 尾細胞是48條 所以一半 S就叫做24條 所以把C株可以刪掉了 可以把C株刪掉了 S是24 好來 那有幾套 這個是單套的 磁配子是單套的 所以只有1 答案選A 就結束了 一對染色體都沒有 21體 熱圖是五種不同 動物的產卵樹木 跟卵的存活率 比較 問可以得到什麼訊息 那 我們看 顏色比較淡的是 產卵樹 那 存活率呢 是深色的 所以我們看 假呢 產卵樹木很少 但是呢 存活率卻很高 那越到後面呢 這個 存活率是 越低 但產卵樹木是 越越高 好 所以產卵樹 跟卵的存活率 成正比不是的 這個意思 這次好像講的是 你產卵越多 卵的存活越多 並不是這樣的 其實 卵產的越多 越多 沒有辦法活下來 越多沒有辦法活下來 越多沒有辦法活下來 而病 的產卵樹 跟 卵存活率 都很低 將很快 絕種 這個不一定 這很難講 豬 假的產卵樹 比較少 存活率高 所以應該是這個 具有育幼的行為 沒有錯 生的少 所以就會好好的育幼 生太多人 是沒辦法顧的 所以呢 就會讓他們自生自滅 所以 產卵樹少 存活率高 有育幼 新聞 對 答案選 豬 生物生殖的比較 2 是最正確的 蟑螂 產卵 有沒有減速分裂 當然是 有的 受精作用 當然有 所以答案選 A就結束了 B 所以其的催催生殖 沒有減速分裂 沒有受精 兩個都是5 這個也是 沒有 催催生殖是無性生殖 所以沒有減速分裂也不用受精 母雞生蛋孵成小雞 這個是 生蛋是有減速分裂 但是受精作用也有 因為你要變小雞就一定要受精 知道嗎 是雙套的 葡萄產生種子 這個時候 當然之前也有經過減速分裂 那種子也是怎樣 也是有性生殖的部分 所以呢 它也有受精作用 所以這也是有的 然後 如果只是說母雞生蛋 那之前它要生成蛋 也是要經過有減速分裂 然後 23體 右圖 為某生物細胞中的染色底 示意圖 溫和是正確的 塗裝1跟2 染色底是同染色底 這個長得不一樣 但不是 然後 這A是錯的 B 這種時候的體細胞所具有的染色底 都是兩條 這 不是 應該是四條 如果這樣是單套的話 那就是四條才對 C 服裝的細胞可能為金細胞或軟細胞 這個可以 因為它單套解不成對 單套解不成對 答案選C 這個細胞由體細胞分裂而改不對 體細胞都是雙套的 不會出現單套的 二十四體 二十四體 這邊有一個小朋友跟家人去參觀機舍 那 第一個圖是說 好奇怪 全機舍都只有母雞沒有攻擊 然後來 右邊說這隻母雞剛下一顆蛋 所以你可以思考一下 它雖然下蛋了 但是 那個蛋 有沒有受經過 都沒有 因為它都沒有攻擊 就只有母雞 所以是單細胞 而且還單套 答案選C A 二十四體 雁草 因為由泥火山 岩漿的衝擊而成 富含鈣鈴甲 造成發熱的特殊口感 跟脆度 問題而是正確的 A 果肉的養分 來自葉片的呼吸作用不對 而是 光合作用 我們把呼吸改成光合 呼吸改成光合 B 芭樂開花呢 屬於植物的營養器官繁殖 不對 開花 開花是有性生殖 因為花果實種子是生殖器官 所以B是錯的 C 一朵芭樂花內 至少有兩個以上的胚珠 這一定是 對 因為有多少胚珠 就會有多少種子 所以它一朵花內 不會只有兩顆 兩顆 所以C就正確可以了 豬 發熱的金軟結合 是要靠金子游泳套 軟巷 並沒有 它們是植物 植物靠的是什麼 是花粉管 是花粉管 來 題組 每每根據受精方式 跟配胎的發育方式 把這邊分成 夾餅餅三種不同類型 我看 A 有交配行為的是哪些類型的生物 有交配的話 那就是 一定要什麼 一定要體內受精 體外受精 就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需要 交配行為 所以 都是體內受精的 所以呢 答案選 甲跟餅都可以 答案選豬 27 根據這種分類方式 判斷哪個是錯誤的 A 鳥類屬於甲類型的生物 鳥類當然是體內受精 軟身 A正確 B 多數的魚類屬於蟻類 蟻類是體外受精 對 然後 多數的爬蟲類屬於蟻類生物 多數爬蟲類就是軟身的才對 所以應該是甲 不是 蟻類也是體內受精 多數的爬蟲類就是體內受精 軟身 所以答案是要選甲 C是錯誤的 答案選C 豬部類當我屬於餅類 餅類是胎生 餅類受精 對 沒有錯 所以豬是正確的 最後一題 羊膜酸漬是 最普遍的產前診斷 傳統的羊膜酸漬 在懷孕15-16都 近期的 這個你們自己看好了 看一下右邊這個圖 這是人類在子 宮內發育的肆育圖 問養分是透過那裡的供應 第一個你應該找到的是 期待 一定有餘 還有這一塊 這一塊部分 就是胎盤的部分 這塊是 胎盤的部分 所以假設胎盤 也是 肚臍 這答案是假癮 答案選A 29題 楊膜酸漬就是 抽取圖中 核處置物質進行檢查 羊水 楊膜酸漬是靠羊水 來最後一題 成28題 有關圖中各構造去除核是正確的 所有哺乳動物都有假構造 假式胎盤 這個 不一定 因為軟身就沒有 軟身就沒有 疑似期待 疑似期待 對 可以協助固定胚胎 這個也 沒辦法 期待沒辦法固定胚胎 C 胎兒細胞中有 控制身高的 基因 這個 胎兒細胞中 控制身高的基因 這東西跟 構造沒有什麼關係 跟丁相關 丁什麼 丁感覺是 丁感覺是 丁感覺是子宮內膜 反正是子宮內膜的感覺 那 跟 胎兒細胞中 控制身高基因 應該不是 不太 不太相似的 猪 胎兒的細胞 跟丁處的 細胞所感染的 染色體素 是目視相同的 還有的細胞 跟丁處 沒有啊 應該是跟 跟那個 跟 爸爸跟媽媽是 各一半 跟爸爸媽媽各一半 而不是從 裡面 這個子宮 內膜的部分 去做處理 並不是人 OK 答案全是豬 好 就到這邊吧